天道受宠的女孩 只因脸上就长出红斑 而被街坊邻居指示跟着 还遭到万元户的养父母嫌弃 认为歧视灾心 直到女孩被换回到农村 这怎么可能 我们的妹妹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肯定是搞错了 没搞错 信不信回去就知道了 盼盼看着他口中的其他三个哥哥 他张了张嘴 可却不敢叫他们 盼盼紧张地忍不住 拉了拉小哥哥的衣袖 洋洋回头朝他看去 看到他眼珠子带着害怕 和恐惧在打转 你在害怕吗 盼盼点了点头 他害怕 那么多人盯着自己 而且感觉得到哥哥们 对他的出现表现出的 诧异和不喜 他更怕 从小生活在一个 充满了嫌弃和不喜的环境里 盼盼能很容易地感受得到 别人对他究竟是厌恶还是喜欢 别怕 我们都是好人 回来了 赶紧进屋吃番薯吧 我刚煮好了 看到盼盼跟在几个哥哥身后 刘悦少前把盼盼抱了起来 来 先吃点番薯芋头 晚点等你爷爷和你爸 他们回来再做饭 刘悦拿了一条最大的番薯 包了皮 吹冷了后 递给盼盼 来 盼盼 吃番薯 甜着呢 盼盼抬头看着他 看妈妈笑得温柔 却看几个哥哥 还没动手 哥哥先吃 在和家里 不管吃什么 妈妈都说爸爸妈妈先吃 然后是两个姐姐吃 才能轮到他的 听到他这话 刘悦笑容顿时一跤 显然 他听出孩子话语里的害怕 没事 家里头都是紧的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 你可以先吃的 你们快拿吧 不拿盼盼都害怕了 快吃 快吃 盼盼也是看每个哥哥手里都有吃的 这才接了妈妈手上的 他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 吃的时候 他用蜘蛛观察着身旁的哥哥呢 写了小心翼 番薯很甜 快要甜进盼盼的心坎里 盼盼很饿 但是他吃得很小心 怕吃得太急 让新的妈妈和几个哥哥 看到会嫌弃 可一旁的刘悦 看到孩子 吃得小心翼翼 心里却跟扎了竹刺一样难受 这孩子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小心翼翼 像做错事一样 盼盼 番薯不热 你大口的吃 还有很多呢 吃不完浪费了 嘴上硬着 可他依旧保持原来的速度 当年妈妈生盼盼的时候 被医院的护士和乐乐调错了 以后呢 乐乐就不是你们的亲妹妹了 盼盼才是 你们对盼盼 要像以前对乐乐一样好 知道吗 那乐乐呢 乐乐已经回了他自己的家了 我不管你们对乐乐有多喜欢 对盼盼有多么不喜欢 甚至觉得盼盼怎么怎么的 但是妈妈今天告诉你们 我不允许你们欺负自己的妹妹 谁要敢这么干 我第一个收拾她 听到妈妈的警告 孩子们都走了一下 妈 我们知道了 以后我们对盼盼 就像之前对乐乐那样 妈 我也是 盼盼是我们的亲妹妹 肯定对她好 不会欺负她的 妈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盼盼 这个是你二哥哥 这是三哥哥 这个是你四哥哥 以后 有什么事情 你就找你这几个哥哥 什么事情都可以找 知道吗 盼盼顺着妈妈的介绍看过去 二哥三个都冲他咧嘴笑着 四哥板着个脸 委屈不开心 但是双眼正盯着他看 盼盼在想 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 吓到四哥哥了 紧张的小手 忍不住捂住自己的脸 尽量不让人看见他脸上的斑 你这是什么鬼样子 老四被妈妈这一下 终于是从嘴角露出的笑容 看着盼盼 盼盼看着四哥哥那快速地变脸 心里觉得搞笑 嘴角脸开 却不敢真的笑出来 二哥哥 三哥哥 四哥哥 小娃娃乃诺乃诺的声音 乖巧中透着讨好 而她的声音似乎有种 让人忍不住 想要疼爱喜欢的模拟 即便是对这个新妹妹 比较抵触的老四 在听到这一声呼唤的时候 也有些动容 老二老三 你们看着点妹妹 我先去喂鸡了 嗯 妈 你放心吧 妈妈走开后 老五洋洋赶紧把今天和家怎么说 又怎么做的事情 都一一告诉哥哥们 乐乐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都对他那么好 就算不是亲妹妹 都在家里住了那么多年 他说走就走了 你不会拉着他不让他走啊 我们对他那么好呢 我拉了他了 可是他不要我拉 他那个妈妈把他抱上车 就骑车走了 我都追不上 乐乐怎么可以这样 他不是我们的妹妹吗 不行 放假后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 他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哥了 问什么 二哥 你难道不想知道 乐乐为什么就这么离开咱们家吗 他是咱们的妹妹 那是以前 二哥说的对 杨阳既然说他跑那么快 那他肯定不要我们了 我们再去找他干什么 他现在家里有钱 肯定瞧不上咱们 村里头 陈家是出了名的穷的 就算这两年土地改革各种改革 比之前日子好过了 但是吃都吃不上几分饱 更别提吃肉了 行了 都别讨论了 他扭头看了 正在安静缓慢吃番薯的盼盼 开始安排弟弟们干活 老五去帮妈妈 老四和老三 去给屋内的水缸 挑水装买 我去菜园浇水 杨阳 你不用忙了 回屋去 你妹妹没人看着吧 他出门的时候 几个哥哥的确个忙个的去了 只有盼盼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没动 他还想了下 自己出门的时候 盼盼是什么表情 好像很紧张 杨阳刚回来 心里害怕着呢 做哥哥多陪陪他 那让哥哥他们看着妹妹也行啊 虽然不讨厌这个妹妹 但是毕竟是不熟悉的人 杨阳自然也不知道跟他怎么玩 所以不爱带一块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知道了 看到杨阳去陪妹妹了 刘月也提着水桶往菜园走去